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学文学系 就是学编剧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过去写的剧本就是很繁琐 再加上可能我写小说吧就容易就像你说的就是修饰过多 或者描写过多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一个过程 就是画繁美剪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先多写 只要写的足够多 然后再开始一点点去掉那些东西 但这的确是个过程 没有结晶 小叶其实有点阳光抑郁症 就是说在人前的时候特别的亢奋 然后但是在人后一个人的深夜的时候就很容易阴谋 然后就是想让他看起来就是脸上精神是没有那么好的 虽然他看起来那个状态好像是很困奋的 所以就是想让我脸上就是整个是完全素的 只有就是护肤皮面霜 然后甚至导演后面还让我加了那个雀斑 然后还有黑眼圈就是在几场家里面的戏的时候 特别后期跟铁梅吵完架之后 尤其是那几天会让我就是脸上更看起来是好几天没睡觉那样子 平时比较单调 那个而且以前演的角色跟小马他的质地也不太一样 这次比较柔软 所以我其实是专门去为这个角色买了很多毛线啊 就是这种毛茸茸质感的这种艺术 是我专门去为这个角色找的 对对 软一点 那么好